新北市长选举陷入了拉锯战了 朱立伦跟蔡英文最近在几分的民调当中各有胜负 两边阵营也都为蔡选人积极安排各种的败会行程 希望能够拉开民调的差距 而朱立伦今天就拜访了妇女会 抢供妇女跟银法族的选票 而蔡英文则是跟社福团体面对面讨论社福政策 阿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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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场婆婆妈喊着阿伦凍蒜 要为朱立伦加油 朱立伦来到三重市妇女会 参加九九重阳请祝大会 现场民众很热情 抢着要和朱立伦拍照 朱立伦也把握机会拜票 朱立伦要主要 这些看来高水 很少人 又是真怕命 又有经验 就跟两个贿易的管党 还可以替我们建筑建设的朱立伦来 替我们皇上 这样大家说好不好 好 朱立伦全力抢票 因为近来几份民调陆续出炉 朱立伦和蔡英文互有胜负 但差距都在误查范围 朱立伦说她要勤跑机程 努力的勤跑机程 因为民调只是参考 最重要还是投票率 还是一个五五波 还是一个焦灼的状态 从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况 蔡英文表示 党内最新的新北市民调 现在是五五波 她得要更努力拜票 像这场蔡英文和台北线 各社福团体会面的场合 蔡英文和大家一起讨论 设服圣见 但拜票这回事 还是不能少 选举只剩不到五十天 新北市长选情 陷入消灼 双方阵营都规划安排 希望尽量多接触各种团体代表 朱立伦 蔡英文 两位参选人也都放下身段 积极争取 尚未决定投票对象的 中间选民支持 希望能拉开与对手的差距 记者张志诚 张子佳张国良 台北报道